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逐连掌握常见四肢创伤 骨关节病 脊柱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在骨关节炎 骨肿瘤 骨骨头坏死 运动创伤 及骨关节先天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较深造诣 下面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豆豆豆豆你好 主持人你好 江主任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豆豆啊 你知道这季节对疾病的影响 这我还真知道啊 而且有很多的疾病在夏季的时候症状就会有所缓解 但是到了冬天呢 症状一般就会加重一些 一听这话挺专业啊 今天啊 咱们来说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疾病 那就是关节炎 首先我们来问一问江主任 为什么到了冬天就是关节炎的高发季节呢 因为关节炎呢 它首先是一个疼痛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呢 因为受寒冷的刺激啊 比如说在这个朝凉的时候啊 它会受缓凌啊 受这个气压的影响啊 它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血运减少啊 关节炎的粘质性增加啊 就是这个滑液分泌的减少 所以会导致这个疼痛的出现 所以呢 大家就是因为在朝凉了之后 包括这个经常在这个外面活动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到出现了疼痛或者是疼痛加重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见的关节炎的表现 那么江主任啊 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 您看啊 这人体当中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关节 那最常见的关节疾病都有哪些呢 在这些疾病当中 最高发的又是什么疾病呢 其实咱们这个关节其实有很多 包括手指的小关节 大关节 包括肘关节 肩关节 宽关节 踝关节 这些大关节当中呢 它都可能发生了这个炎制性疾病 咱们常见的炎制性疾病呢 有很多种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 也是蜕蜴性关节炎 其他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黄脑炎 黄膜炎 就是肺蜂蜂蜂性关节炎 痛风性关节炎 闯声性关节炎 这些关节炎当中呢 骨性关节炎它是最高发的 也是最常见的疾病 即使在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当中啊 似乎各种关节疾病呢 更加偏爱于中老年人 但是事实上啊 如今这关节病的发病 已经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这个年龄上就患上关节病呢 其实呢 据资料显示呢 就是说关节炎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呢 主要跟这些生活方式 比如现在生活条件好 有车一族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是开车上班 就是这个体育运动减少 这一会儿呢 就会导致这个骨子疏松的出现 严重的回车 就是说高热量这些食品的摄入呢 会导致体重又增加 体重又增加之后呢 关节的负担就增加了 关节负担增加 一旦在运动或者是长线行走的时候呢 会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加动 这样长时间以往 就会造成出现骨心关节的症状 会出现关节的总痛 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 经常玩手机 经常玩电脑 这个手指经常在动 就会造成这个关节 出现了那个软骨的磨损 然后你经常做的运动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磨损率 它会增加 会出现关节的疼痛 眼睹的时候出现不敢活动了 这都是这个关节的一种表现 还有就是在这么 在冬天的时候呢 有些女性啊比较爱美 就是喜欢穿裙装 在冬天裸露关节的时候呢 它会导致这个关节感受 这个风寒这个侵入 它说机体之后呢 它会出现关节的 那个碎性降低啊 血云减少啊 它会导致这个总胖的出现 长时间以往呢 它就会导致这个关节 出现了关节的表现 还有的时候呢 就是有些女性愿意穿高跟鞋 就是爱美嘛 所以说你长时间穿高跟鞋 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 它会导致这个 膝关节的压力增加 时间长了之后呢 它会导致这个关节的软骨 描慢的磨损 就是出现推行性改变 还有就是咱们有些 服案工作的人 就是经常在这个 案头工作 经常低头啊 经常久坐啊 经常熬夜啊 它这些的习惯 都会导致这说 颈椎啊 腰椎啊 这些小关节包括这个 肩关节 肘关节 出现关节的表现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都是咱们在 五六十岁的时候 发生关节 可能现在咱们三十四十岁的时候 甚至二三十岁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的 这个关节的患者 这个时候就是跟 它的生活习惯 包括一些 不健康的日常生活 包括一些 不良的一个习惯 包括这些 不可运动锻炼方式 这些呢 都有关系 那江主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很多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关节在活动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种响声 那这个是不是也代表着 我们的关节出问题了呢 其实这个响声啊 就是咱们去 比如说咱们经常拉手指 或掰手指的时候 也会出现响声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响声 它是就是正常的生理一个现象 但是当它出现了 一个膝关节的时候呢 它也会出现 有很多的响声 比如咱们一蹲的时候 就听嘎巴一声 它这个响声呢 就是由于这个冰骨关节 压力增加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种异常的弹响 刚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是只是响 后来说你慢慢下蹲的时候 它又会出现疼痛 在严肃的时候 不敢下蹲 或者下蹲的时候 需要手来扶起 说这种一响呢 就是说一个典型的 冰骨关节的表现 其他情况还会有出现响声 比如说咱们这个 扳眼板损伤 你活动关节的时候 它会出现弹响 这个弹响呢 就是持续的比较短 但是它经常发生 可能早期的时候呢 你可能也不太在意 但是久而久之 它会对这个软骨造成的损伤 也会出现关节的表现 比如还有咱们现在 这个黄木皱壁增后症 在习惯点内侧 它有一条条索上的一个硬带 在你弯曲的时候呢 它也会出现那种响声 还有呢 咱们就出现 习惯点盘装扳扳眼板的时候 这个盘装扳扳眼板 它也是异常情况 它发育得比较厚 而且这个扳眼板的质量 相对来说呢 它比较脆一些 经常做运动的时候 它也会经常受伤 会受伤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种改变的时候 它在弯曲的时候 它也会出现弹响 剩下的就是说 有一些这个有力体啊 在这些关节内出现的时候 它活动到这关节间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响声 多数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脚锁 会实际对软骨出现的一个磨损 出现这种骨形关炎的改变 所以说呢 一旦出现响声呢 就是提示这个关节 出现了异常的推行性改变 包括这个第二半月板的损伤 这都是造成响声的出现 七哥啊 关于这个关节疾病啊 我就发现了 在我们人身上 众多的关节中 出问题最多的 好像就是膝关节了 听你这么说 好像也是啊 因为这膝关节啊 作为人体当中 最大最复杂的关节 那是担负着 人体运动的重要功能 同时呢 又是最大的承重关节啊 那么江主任 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不同的状态下 我们的膝关节 所承受的压力 分别大小是多少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膝关节 在不同的应力状态下呢 它的压力是不同的 比如说咱们在平躺的时候 这个膝关节是很有受力的 咱们站立起的时候 或者行走的时候 这个是压力时体重的 一到二倍 比如说咱们这个 上下楼啊 或者上下坡的时候 就会达到三到四倍 所以咱们跑步着的时候 那个是体重的 这个四倍左右 比如说咱们下蹲 或者是那个跪的时候 这个体重会达到 那个八倍左右 那据我了解啊 肥胖者比普通人的健康隐患 可能就更大一些了 但是很少有人把肥胖啊 与关节疾病联系在一块 事实上呢 肥胖患者患骨关节炎的比例 相对要高 那有数据也表明了 肥胖女性膝关节炎的发病率 是正常体重女性的四倍 那江主任 为什么肥胖的人 他要比正常体重的人 更容易患关节疾病呢 其实这个就是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来说 咱们女性肥胖者 就是发病率要高一些 先说那个年龄性的因素 就是年龄越大 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的发病率 肯定是越高 第二从女性角度来说 女性肯定比男性 这个发病率要高 因为受激素水平调节的影响 所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习惯就是软骨蜕变 要比男性要重一些 第二从肥胖的角度来说 肥胖呢 就是说他除了这个 季节性婴力刺激之外 就是因为肥胖 他体重增加 咱们刚才讲到 就是体重增加之后 他换关节的几率 要比正常的话高很多倍 甚至是十几倍 所以说他除了这个婴力刺激之外 肥胖人他的脂肪会分泌走 因子 这些因子的分布 他会导致软骨下骨的营养丧失 对软骨会出现改变 所以他也会出现骨性关节 同时一旦肥胖患者的出现 他不光是肥胖的一个典型表现 他可能合并很多的内科疾病 比如说高脊 比如说动脉中原硬化 比如说痛风 这些疾病 他都会导致软骨的供应 血管的供应丧失 他会出现这个软骨褪性早期的改变 节目的最后 基地卫生要提醒广大的关节炎患者 在这样的寒冷季节当中 一定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 因为这对于缓解和治疗关节炎 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了 本期基地卫生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